据报道 美国两党议员周一就一项提案达成一致 这项提案将会授权美国政府阻止对华投资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反对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不断强化不合理的投资审查 给包括中美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正常经贸投资合作 制造困难和障碍 这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贸易规则 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发言人介绍 开放包容是时代大势 方必保守是开历史倒车 中国是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大市场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反人强调 美方政客对中美正常的经贸合作不断设限 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 只会让美方自己划敌为牢 措施发展机遇 总台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 台北京